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满意的就是还行 比较遗憾的是那太多了 我有些时候会看到有些 刚开场出场的时候的一些小情绪 会让人觉得说 我自己其实因为我看过剧本嘛 所以我可能理解我当下想表达什么 但是如果我觉得站在观众的话 有一些很多剧本上很优秀的地方 它都会被吃掉 所以我觉得说 以后应该再演的再细一点 这样的话会更加准确的传达 剧本上所说的东西 我很感谢大家就是能对这个戏的关注 和对于这个戏未来的剧情走向 我觉得我替韩硕和陈千千两位 还有剩下那个世界的所有人 都很感谢大家能喜欢他们 谢谢 我有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 就像 考试要出成绩了 你终要去面对观众对你的反馈 我会有不安和会有忐忑 但是后来我 大家也劝我说 那也是一个你的机会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东西给大家看 不管好坏它都是一种反馈 那不管好的反馈还是坏的反馈 对你的未来都是一种成长和扶责你道路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说那我还挺 突然间好像听完他们的话之后 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了 他们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 两部剧同时播的话我就觉得说 就双重的紧张会在哪儿 其实压力也不能称之为压力 但是我就会忐忑的紧张 因为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能让自己未来更加的鞭策自己能往上走一走 嗯挺有幸的感觉有幸能给大家做一段时间男朋友 但是未来的话 嗯咱们还能是好朋友 我有用之前在在在还是问粉丝说 这张表情我可以用吗 我觉得有意思 包括有一张我记得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刚才播的时候绿油油的草地上面说韩硕 我还我还我还挺好的还是什么 然后后来我把这张照片 立马转发到了朋友圈 就是我看到的当下就立马保存了转发到了朋友圈 我觉得太好笑了吧 然后他们觉得好好笑 言简一概直接明了 我可以再借这个机会安利什么事 哈喽古朵新翻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丁雨溪 我之后有一部电影作品是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嗯可能你现在正在经历 过去曾经经历 未来可能要面对 嗯 异地恋这个事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讨厌的是异地恋这件事的本身 但我永远不可能讨厌你 嗯异地恋呢 如果你熬过了异地恋 那可能你收获的是一生相伴 如果你熬不过异地恋 你收获的也是青春的回忆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很美好 嗯 我希望大家能期待一下小丁在里面的表现 我演的是赛赫 嗯 其实应该不是说我想去尝试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是每每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我都想去尝试 就算是相似的角色 我也是想去尝试演出 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同的 嗯 有些人会会活得精 就每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都会活得很精彩 我希望能演出的一个让大家所幸福的 真实存在那个世界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觉得这个角色 我会很喜欢 可能觉得很有意义吧 嗯 可能是你可以 其实我还要 我最早的时候的一个关键是 我可能借用了别人的一段人生 体验了他们的生活 过了他们的人生 而这段东西可能是我生活中 没有经历过的 我觉得会是 很少有机会去体验的另外一种人生 就我们每个人只能体会自己的人生 但是我们可能还能体会到别人的人生 有在 所以我就会有些时候会挺不好意思 我对于他们来说 感觉就是 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而我是穿越过去偷了 偷用了他们的一段时光 嗯 所以我有 我的责任感也有部分对于决策的来源于 我需要在我借用他们人生的时候 帮助他们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事 不好意思是觉得就是 就好比如果我有三个月的时间 积极空白 是别人 进入我的生活 经历我的人生的话 我会觉得说 嗯 会有点疑惑 所以我对于他们来说 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一个在 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间段 真实存在在那个世界上的人 而我是介入了他们的人生 占用了他们的生命 有点疑惑 就是我其实觉得就是把所有字典里好的词 都得都可以往上加 对 因为你说品格是哪一个单单独的词 或者是哪几个词 能代表其实我觉得太太太太小了 它甚至其实是个满 就你不停的把好的词往里加 都能符合这个 这个演员的品格 其实也不只是演员啦 只是说一个被看到的人 或者说一个人的品格 以前是想十年拿影帝 后来发现自己太狂妄了 对不起 我是希望我未来能能能 能受到业内的认可啦 我觉得这个奖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 嗯 可能更了解这个专业 或者说更超前在 走在我们之前的那段人 对于我们的认可 希望以后有机会 我能 我能 在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说 嗯 我 我好像 就是完成了 我希望我能有这么感慨的一天 周迅 他有在做 我不 我不 我不敢乱说 我不敢造次 但是我觉得他有在做一些很好的 有影响力的事 嗯 我觉得还挺 挺佩服他和羡慕他的 嗯 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去去去去去思考这个事 后来但是我发现其实 我其实 我不能只站在宏观的角度去去思考这个事 就觉得这个事可能就 就 就可以成 可以完成 好好完成 后来我就努力调整自己想说 我的优势是我可能有一点宏观思维 但我的根本还是得需要具有眼 就是那个 内在人物线的那个微观思维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想要变好的话 我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 而不是站在说 我有宏观思维了 我不一样了 那我就是好的 我觉得这不太对 而是我其实 两边的思维都能 互相补足我的 补足的那一部分 我现在还没有说我完全做做的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 嗯 调整起来会很困难 但是我觉得我会越来越好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 我是觉得 嗯 我也一直告诉别人说 我觉得导演是一个非常需要 你的思想境界到达一个地面 到达一个高度 然后你的呃 专演能力到达一种程度 包括你的内心世界到达一种强度的时候 你才能完成 这一个上面的统领 因为我觉得导演对于 对于剧本 剧作家的思想 或者说自己想体会的思想 和整个剧组的统领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现在 达不到 我是希望 我最好最好的希望是在于 我四十岁之后 我能快速成长到一个 能够 嗯 支撑起我这个想法的一个程度 然后我希望能有一部作品 可能这部作品 不拿奖 不被人知道 没有很多人看过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于自己 嗯 嗯 就可能它的意义不在于拿奖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可能是对自己的一个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但是如果说我有一天能作为一个非常 能拍出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的时候 这个情况 出去打车要钱 回来坐车要钱 买东西要花钱 那何必呢 你不如来我家 你来我家 咱们吃的喝的都有 然后再买个菜做个饭 然后最后所有的落点呢 都会在做家务上 我就哎 好乱啊这边 然后然后我就在那收拾 然后我朋友呢也看不下去 哎就会过来帮忙 我也不客气 我也不跟他客气 因为有些时候我的朋友就是 的确是这样 我去大家的时候也会帮他打扫卫生 就觉得 我可能 嗯 从品格里面吧 收获了一批好朋友 所以说我会有那种 能愿意帮我打扫卫生的朋友 摄影 摄影的点可能是在于 我可能喜欢胶片的原因 是因为 呃之前我是觉得是 它是 有噪脸 不用调色 因为还有胶片质感的那个调色 包括它的光和它的冲洗方式不一样 它会冲出不一样的色调 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 我 就可能调得出来 但是以我的水平调不出来的一种 很 很正常存在的东西 我就 然后 但是后来我这两天 又想了这个时候 我觉得它 我可能更觉得它是跟我小时候的一个连接 因为小时候我爸爸特别爱给我拍照片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数码相机的时候 我小时候的记忆全是我爸用一台银 银黑色的一台窄挖机 带我去公园的时候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他会带着一个相机拴在手上 然后有一个灰色的相机包 嗯 对我来说可能那个东西更像是我和小时候 或者是我和小时候跟父母的那种连接 我还是在他们面前永远是个小孩 但那个东西就能证明 我在他们那边 好像是叫美学美学的定义 是讲的 他那边有一句话是说 说什么是喜欢 喜欢就是熟悉 外加惊喜 我觉得这个话其实蛮 这么解释 不是说是这么解释 喜欢这两个词的话 其实还挺对的 喜欢是熟悉 外加惊喜 我觉得我受教了 电影的话 嗯 嗯 我会太推荐大家去看 《我是山木》或者是 《一呼一吸》 这种是比较 大家可能故事性比较强 大家能看下去的 对于一些 嗯 喜欢看片话剧类的话 我推荐他们看《狗阵》 它是一部就是 嗯 比较 不是特别现实主义的一部戏 但是它的故事 故事思想还是挺挺现实主义的 还有就是 比如说 再冷门一点的话 可能会推荐大家看超脱 或者是 呃 刺悲的优雅 嗯 反正 我可能会这么推荐 我所喜欢的几部戏 因为这是我最近就是 看完几部之后 留下的 困惑的事情 查资料 问人 寻求帮助 自己去思考 我觉得就是 发现 就可能是我之前 可能是我们老师给我的 给培养我们的一个思维 就是发现问题 对 而且是要自己去发现问题 然后自己再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它没有 它让我们 告诉我们要审去当中 所有的 情绪化的环节 就是 那才是最直接的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不会把什么 放到两年之内 我会 我有个小本子 我之前看了一部 一本书叫清单革命 他们意思是说 列清单 其实是个很好的行为 然后我 后来之前 我就会把第二天 我需要完全的事 前一天晚上 列在一个小本本上 然后每天就划掉它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 省去了很多 我迷茫的时间 就我做完这个事了 我之后该干嘛 其实那部分时间 就可以节省下来的 其实它为什么推荐大家 去列清单这个事 书中有更详细的解释 但是 我觉得 我现在可能 就是没有办法 完好的表述出来 但是我觉得 挺有用的 我其实请推荐大家 可以这么尝试一家的 应该是一样的 都是五岁 我觉得 我觉得我再大 或者说我们 任何一个人再大 还是得 还是每个人都会有 心里面那个 小朋友的时候 我以前见过一个 一个视频 就是说一个 80多岁的奶奶 见到她 70多岁的奶奶 见到她 90多岁的妈妈的时候 还是如同当时 那个小孩一样的 飞奔过去的抱住她 给她一个惊喜 我觉得这个东西 能给我带来感动和触动 我觉得不管多大 我们可能会觉得她 需要成熟 不能幼稚 但是她心中还是会有 那部分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允许存在的 所以我希望我最后 我希望我100岁的时候 还能跑得动吧 想说的部分可能就是 我能在家有自己 换家具的那个创造型 我只是会把我的家具 摆放不同的位置 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我会觉得说 在一个新的家里面 但是我觉得 我的成就感的来源于 觉得说我有能力 和我的脑子 可以帮助我完成 改变家歌剧这个事儿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很庆幸 大家有喜欢这个剧 有追这个剧 我也很庆幸 大家有多看到小丁 我觉得 我最大的生活 就是能让更多的人 知道了我了解了我看到了我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看到了小丁 张杰 主题曲 最喜欢和最讨厌的食物 最喜欢 茄子 最讨厌的 我不带那个 我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 坚持吃完折耳根的味道 眼睛不要红 现在粉丝马上也要三百万了 你又想好 准备多百万 你可不可以 嗯 我现在有点 不知道 不知道所措 所以说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给我吗 假如你一早醒来 能有一种超能力 你想要吃什么 各种超能力之间切换 就是展示给大家看 仅此而已 这得看当时大家发什么 比较多 在网上 我没有主要的设例 就是刷刷刷刷刷 24级冲浪 我会自带 他们自带滤镜可以调一调 比如说食物的话就会偏黄一点 人的话偏蓝一点 我会点击那个 我会点击那个 就是 怎么说 呃 自带的那个相机不是有一个设置 它上面有个自动啊 它会自动 就是我就会按那个 因为一步到位 会很省事儿 现在要给自己把自己的表演 五十九分 我觉得 我再努力一点才能几个 现在对粉丝说一定是换了吗 一记马 我有知道你们给我写的slogan 黑暗黎明与你同行 Thank you 我会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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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会点击